人人会唱夜来香,却无人识,李香兰 她国色天香,歌喉婉转,以一曲夜来香名震上海滩传唱至今 她13岁出道,23岁达到事业巅峰,却在25岁时背叛死刑,陷些丧命 她是张学友,以一曲李香兰动情细宿的家人 但她神秘而传奇的故事却嫌有人知 她曾在年少无知时成为为满,迷惑民众的糖衣炮弹,拍摄亲日电影 在日本战败后又锒铛入狱,背叛死刑 直到审判时,她身为日本人的真实身份才被公之于众,居世哗然 被遣返回国后,她倾其余生致力于中日关系的改善 54岁步入政坛,进入国会外交委员会 85岁公开发表长文,劝戒日本首相切勿参败靖国神社 她终究是被命运掌控的无知傀儡,还是愤然改命的铿锵强威 今晚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像花虽未红,如冰虽不动的一代歌后 李香兰的一生 1920年腊月,山口叔子出生在辽宁奉天及今天的沈阳 她的父亲山口文雄因仰慕汉学文化,于14年前来到中国东北 在满铁会社任职,负责教授员工中文 在父亲的熏陶下,山口叔子从小就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 能说一口非常流利的汉语 12岁这一年,父亲因为清华举动,被怀疑与抗日英雄勾结 被围满拘留并撤销职务 也就是在这黑暗的一年 平顶山惨岸给山口叔子的童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三千余名无辜的中国百姓被日军屠杀 儿时最好的玩伴也在惨案中死去 中国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 为了女儿的安全,山口叔子的父亲让其任其好友 时任沈阳银行行长的李继春为养父 从此,山口叔子有了一个颇有韵味的中文名字 李香兰 年少的她已开始懵懂地意识到 自己是日本人这件事,不能轻易向外人提起 13岁时,李香兰染上了肺病 为了恢复肺部的健康 她的白俄罗斯挚友柳巴 将她引荐给苏联大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 波多列索夫夫人学习声乐 波多列索夫夫人每年秋天都会在奉天举行独唱会 这一天,正值豆蔻年华的李香兰初次登台 为老师做暖场表演 一亮相便惊艳四座 被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相中 当时,为了宣传在满洲推行所谓 五族协和的侵占政策 奉天广播电台正计划创作 推出一批国民歌曲 李香兰外貌出众 歌声甜美 且通晓两国语言 是被塑造成民众偶像的不二人选 但前提是 这个偶像必须得是中国人 起初,山口文雄并不愿意 女儿为有围满背景的广播电台工作 她一直希望女儿能成为一名外交官 为中日文化交流,关系改善,做些贡献 但敌不过,有军方背景的满铁公司高官 亲自登门拜访 名为邀请,实为施压 李香兰只能点头答应 并以中国女孩的身份被写进了节目单里 她为电台演唱了《瑜伽女》 《赵军院》、《孟江女》等经典歌曲 天籁般的歌声打动了无数听众 节目饱受欢迎 小学毕业后 李香兰离开东北前往北平 住在另一位义府 时任天津市长的潘玉贵家中 以潘书华为名 在北平《异教女》中念书 除了潘家的两个女儿和一位密友 无人知道她是日本人 一口流利的金片子 显然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 而此时的中国 东三省陷落 一次 李香兰无意间参加了一个抗日聚会 会上讨论的主题是 如果日本人打进北京城 要是你该怎么办 在场的每个人都热血激愤地表达着战斗决心 轮到李香兰的时候 她沉默了 一边是养鱼丝生鱼丝的土地 一边是遥远的祖国 她仿佛被撕裂成两个水火不容的灵魂 无所适从 痛苦不堪 最后 思虑良久 李香兰坚决地说道 我希望站到北平的城墙上去 死在日本和中国双方的枪弹之下 因为只有这样 不论是被哪一方打中 她都能从这非中非日的尴尬身份里 永远解脱了 从北平的中学毕业后 17岁的李香兰回到了东北 经人介绍 进入满洲印画协会工作 俗称满硬 原本说好是来唱歌和配音 但李香兰一进片场 就被安排上化妆 换戏服做造型 她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就这样 稀里糊涂地拍完了人生中 第一部电影《蜜月快车》 拍摄结束后 她原本打算立刻离开满影 却不料 父母早已为她签下了合同 李香兰就像被人随意摆弄的 美丽玩偶 毫无还手之力 就这样 她成了关东军 推行战争政策中的一枚 唐衣炮弹 此后她陆续参演了一些表现 终日清善的电影 这些影片千篇一律地讲述着 中国少女是如何爱上了 为满猛做贡献的日本青年 其险恶用心意图可怕 不言而喻 这些影片不仅使她 薄受中国观众的谩骂 也为她的人生埋下了 最为黑暗的伏笔 但在日本本土 李香兰凭借出众的美貌及动人的歌喉 21岁时已处在盛名之下 她的高潮人气在著名的 日剧七圈半事件中可见一斑 当时她以日满清善歌唱大使的身份 前往东京参加庆典 连续一周在日本剧场内进行表演 演出首日 排队购票的队伍 将整个剧场围了整整 七圈半 可只要一踏上中国的土地 李香兰内心就煎熬不堪 她开始盘算着 离开满营 军国主义利用她来粉饰侵略 维满政府利用她来拉拢外交 她受够了 她痛心地发现 所谓的和平共处是一个多么讥讽的谎言 这个精心编织的谎言背后 是中国人民的累累白骨 家破人亡 凑使李香兰下定决心离开满营的是一位记者 在一场电影发布会上 一名记者问她 你是不是已经丧失了民族的自尊 你是中国人吗 竟然出演《白蓝之歌》那种 侮辱中国人的电影 面对这样的拷问 李香兰无言以对 处在巨大的压力下 她无法坦承自己是日本人 唯有深深地鞠躬致歉 她痛苦万分地回应 那时我还年轻 什么都不懂 现在已经后悔 在此向各位道歉 在座的人们纷纷为她 勇敢承认过去的错误而鼓掌 李香兰却始终抬不起头 她心中那个压抑多年的秘密 那个裹挟在云端的真实绅士 令她煎熬不堪 1944年 她终于云满硬解约 李香兰真正受到中国人的喜爱 源于内部在上海拍摄的电影 万事流芳 该片讲述了鸦片战争时期 林泽徐英勇抗英的事迹 李香兰在片中饰演了一位 纯真善良的麦糖姑娘 她在鸦片馆中唱着麦糖歌 戒烟歌 劝戒国人远离鸦片 这两首电影插曲被发行为唱片 畅销国内 而她的爆红还要从 1944年一个初秋的夜晚说起 这晚著名作曲家李景光 正在为上海的京剧名爵 黄桂秋录制唱段 录音棚内闷热难耐 她在录音间隙出来透口气 南风吹来阵阵凉爽 全身的乏意顿时消散 风中夹杂着阵阵花香 不远处夜音提唱 多么美妙的时光啊 这位音乐家的灵感瞬间被点燃 回到家中 她一宿未免 激荡在心中的旋律 喷涌而出 月染之上 这正是 我爱这夜色茫茫 也爱这夜音歌唱的夜来香 歌曲完成后 她邀请周璇等几位大牌歌星前来试唱 然而 由于这首歌音域太宽 近两个八度 他们都不太合适 值得作罢 巧合的是 这天李香兰前来录制影片主题曲 无意中看到了夜来香的歌谱 当即试唱 在场所有人欣喜若狂 这首歌完全是为她量身定制 此曲已经发布 在上海滩乃至全国火速传唱开来 李香兰达到了她艺术生涯的巅峰 从此 她与龚秋霞 周璇 姚丽 白光 白红 吴英英 齐鸣 成为上海滩 七大歌后之一 她几度想要找机会公开身世 却始终没有足够的勇气 去面对观众的指责和谩骂 犹豫和恐惧 迫使她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里 人生的至暗时刻 也随之来临 1945年8月9日这天 上海国际赛马场正举行了一场 华丽的音乐会 会上作物虚席 各国名流汇聚一堂 欣赏红极一时的歌星李香兰 演唱时下最流行的歌曲《夜来香》 也正是在这一天 美国在日本长期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一边是歌舞生平 一边是杀气腾腾 乱世中的荒诞一幕就这样上演着 短短六天后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几个月后 这朵在舞台上摇曳生姿 亲人心脾的夜来香 站在了上海法庭的被告席上 以文化汉奸罪背叛死刑 李香兰在满应期间拍摄的 亲日影片将她推到了刑场之上 消息一出震惊世人 风华绝代的家人转眼监禁轮为阶下球 眼看就要伸手易出 在这命悬一线之际 李香兰终于说出了压在心里多年的秘密 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日本人 既然是日本人 汉奸的罪名自然无法成立 但此时的他身陷淋雨 父母远在北平 手里又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文件 口说无凭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行刑之日 一天天逼近 绝望地倒数着 就在这万般煎熬的时刻 消失多年的儿时好友柳巴闻讯赶来 他的到来 将李香兰从死亡的边缘重新拉回人间 当时的柳巴在苏联住户领事馆工作 由于这个特殊的身份 让他得以进监狱探视 当得知李香兰没有证明文件后 柳巴冒险前往北平 寻找李香兰的父母 柳巴将户籍抄本 缝在李香兰幼年的一个日本玩偶的腰带内 装进一个木箱子 辗转交到了李香兰手中 就在死刑执行的前三周 李香兰的日籍身份终于得到证实 法院改判其无罪 将其遣返回日本 李香兰在自传中将中国比喻为她的母国 将日本比喻为复国 1946年 她离开了这片生活了26年的母国 回到了复国 尽管自己并非汉奸 但在道义上 她欺骗了人们 这始终令李香兰深感罪恶 她永远忘不了 法官宣判无罪时 旁观席上的民众 纷纷愤怒地起身抗议 要求重判她死刑 李香兰暗下决心 要为曾经的无知与怯懦赎罪 倾其余生 她一定要为改善中日关系 做些什么 回到日本 这个陌生又熟悉的祖国 她改回原名 山口梳子 继续从事着演艺事业 至此 从少女时期 一直深深困扰着她的双重身份 终于得到了解脱 五十年代初 她曾来到好莱坞 以山口香兰为一名闯荡 也曾前往香港 再次以李香兰之名 为邵氏兄弟拍摄过影片 在山口梳子的心中 李香兰这个名字 是她一生的烙印 她代表着鲜花 掌声 美光灯 代表着爱与崇拜 也代表着恨 唾弃 与死亡 在结束了第一段短暂的婚姻后 她嫁给了外交官大英红 至此阔别二十年的电影生涯 一度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1969年 她成为了富士新闻台的主持人兼记者 采访过曼德拉等国际风云人物 始终保持着对动荡时局 天下大势的敏锐关注 1974年 54岁的山口梳子受时任首相的邀请 接受自由民主党的提名 参加参议院议员选举 并成功当选 凭借托出的才能 她两次连任 官至参议院外务委员会委员长 在此期间 她曾多次访问中国 为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 贡献着力量 经历了漫长的演艺道路 她最终还是实现了父亲当年的期望 山口梳子不再是那个 被人摆弄的美丽玩偶 而是一名独立 正义 有良知 有能力的女性 从政界隐退后 她成为亚洲妇女基金会的副董事 致力于推动 未安妇问题的道歉与赔偿工作 2005年 她公开发表长文 劝借时任首相 不要参拜静国神社 她说 因为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 2014年 94岁的山口梳子 因心脏衰竭 在家中去世 消息传到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李湘岚女士 战后支持和参与中日友好事业 为此做出积极贡献 我们对她的逝世 表示哀悼 这朵在乱世中盛放的夜来香 她吟唱着中国的民歌 穿着中国的旗袍 演绎着中国的女子 她曾是无数国人心目中的白月光 她也曾渴望 像钟爱的中国文化一样 百事流芳 却最终 沦为了侵略的牺牲品 但她 最终勇敢地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 逆天改命 赢回了中国的认可与尊重 从此再哼那曲夜来香 愿你会记得 曾在晚风中的家人 李湘岚 好了 亲爱的小伙伴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了 只要坚持做对的事 无愧于心 不畏于行 就能像这朵夜来香一样 为这人世间留下一缕 亲人心脾的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